接着镜头带一到玉璃正代会 正代表秀吉萨夫洛在直询的议程当中 针对了玉城部落区会所预定地大型废弃土方 以及大雨雷球场改善工程尚未验收 仍在工期内的工区居然是叫清洁队来清理环境 砍除球场的杂草 秀吉萨夫洛是傻眼直询 替清洁队来报区 玉璃正公所真的仅剩下清洁队可以用了吗 正代表秀吉萨夫洛针对了正公所花350万元 重新整顿大雨雷球场工程 在尚未验收之前 仍属厂商负责围管的工区环境杂草重生 居然叫清洁队来砍草清理 正代表傻眼 给你清洁 他的SOP不是这样吗 为什么是我们环璧手机帮他砍草 是从他砍草他拍给我 这个怎么是我们来处理呢 对不对 特长你了解这个阶段事了 跟旭里带有个报告 有关于我们 那个厂商要保护有一年 全年做完 去年应该是他们保护了 保护了时间 为什么是环璧手派了环璧手 浪费公堂 浪费我们的人的资源 为什么会有这个事 当时是环璧手所长 去年的那个部分 那因为我们 这是我们内部的内签 由我们明珍客那时候签给我们 那厂商在干嘛 不仅如此就连 尚未发包动工的玉城部落聚会所 预定地上大量废弃土方 同样又叫清洁队来处理 正代表燕围棋 修基萨夫洛感到差异 清洁队人手不足 工作量又大 仍咬牙完成了这两项额外的工作 正代表为清洁队报区 也直询讽刺政工所 仅剩下清洁队具有执行能力 把清洁来弄开来再围起来 然后厂商再去弄 而不是让我们清洁队在那边 建设客是不是应该要找经费 找经费把这个土弄出 而不是叫我们清洁队 什么事情都叫做清洁队 难怪大家会跳脚啊 其实都不是事的问题 使是人 东部里面最有运行的人的问题 面对正代表们的咨询关切 政工所秘书张一鸣回应指出 玉城部落居会所预定地 在批建工程计划尚未发包前 遵属政工所负责管辖清理 而至于大鱼垒球场的部分 张一鸣强调将检讨 研议扣除部分工程款 记者是玉兰玉璃正采访报道